所以有云浪子回头经不换 对于那些因为吸毒或偷窃进入改造中心 而错过和同龄人到学校上课 但又想拥有重生机会的青少年来说 他们开始懂得自爱自重 真的是金钱都换不回来的顿悟 一直到每个人都值得拥有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 政府为犯罪青少年设立了改造学校 让一时误入歧途的年轻子弟 透过上课读书 吸收知识 甚至升学 重新的融入社会 全国除了玻璃市 槟城 霹雳 森美兰 吉兰丹和吉隆坡 各州都有改造学校 13所改造学校的其中一所在登加楼马江 有171名年龄介于16到21岁的少年犯人 在这里就读 登加楼监狱局主任阿莫塞蒂 告诉马新社新闻台记者 这里的学生原本应该和其他学生一样 在普通学校上课 只不过犯了吸毒 偷窃 抢劫等轻微罪 而必须坐牢 但这不等于他们失去念书的权利 改造学校的宗旨 是让所有少年犯人都考取至少大马教育文凭 更不用说读 写 算的能力了 去年 马江改造学校里 五名原本只有小六教育水平的犯人学生 成功在大马教育文凭考获两个A 不失为一件可贺可喜的事 马新社新闻台采访报道